华人在东南亚的经济优势绝对超过了大多数人的想象 前段时间,对华人发布了这个国家八成以上的富豪是华人 讲述的是柬埔寨这个邻国 而在更远一些的菲律宾,华人同样处于霸榜的地位 第一名更是遥遥领先 在今年的福布斯榜单中,排行第一的家族财富总额高达126亿美元 已经稳稳占据15年的首富宝座 这个家族就像三星之鱼韩国一样,成为了绕不开的传奇 更令人惊叹的是,该家族的创始人把六个子女全都培养成了人中龙凤 而她的名字本身就蕴含着成功的秘诀 她就是菲律宾的神话施志成 许多年前,一个陌生的中国小男孩从遥远的地方来到这里 身无分文,也不知道英语或他家陆语为何物 1936年,中国大地风雨飘摇,多数百姓艰难度日 许多沿海地区的人们乘船前往东南亚谋生 年仅12岁的施志成也跟随父母离开家乡福建晋江 抵达了美国统治的菲律宾首都马尼拉 第二年,父母投入所有积蓄,开了家小杂货铺 贩卖蔬菜、干货和日用品等 董事的施志成经常在店里帮忙 耳濡目染间开启了对经商的兴趣 但他们刚刚在异国站稳脚跟,就遭到了日本的入侵 1942年,日军攻建了马尼拉,随后便开始了各种暴行 父母的杂货铺也被烧毁,一家人又陷入了困境 焦辽朝林不过一支,鼎隐和不过满腹 但在乱世,哪怕是简单的生存,都成为了危险的事情 在这段忍辱偷生的岁月里,施志成到邪店当起了学徒 后来,日本战败,美国以救世主的身份卷土重来 在驻军的同时,准许菲律宾独立 施志成则在猛然间看到了一个机会 美国大兵有着世界上最充足的军需品 军靴更是多得穿不完 而菲律宾民穷地热,许多百姓没鞋穿 于是施志成大肆收购美兵军靴,卖给菲律宾的百姓 果然销量不凡 1948年在攒了足够的积蓄后 24岁的施志成在马尼拉开了首家鞋店 起名为鞋庄 他有了更多的货源地 还有了更加清晰,更加远大的目标 鞋是人人都需要的 我要一股作气,让整个菲律宾都买我的鞋子 豪言壮语谁都会 难得是把讲过的大话变成现实 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他乘飞机跑遍了全世界 把鞋垫开到了最极致 那时的螺旋桨飞机速度很慢 去一趟美国要40多个小时 他则乘着老飞机飞往世界各国 带回了各种款式的鞋子 而在新婚之后 期待着新生命降临的妻子 把童装摆上了柜台 鞋垫在不经意间开启了多元化经营 后来又加入了女装、男装等相近的产品 短短几年时间 他便卖出了一亿双鞋 成为了众口交赞的鞋业大王 多元化经营更是大获成功 鞋垫几乎涵盖了个人穿搭的所有商品 1972年 48岁的施志成又卖出了重要一步 将秀马特更名为SM百货商场 进军更多品类的商品 这种商场在当时很新奇 再次获得了巨大成功 在十多年的发展后 SM百货商场 已经成为菲律宾同行业的冠军 但伟大的企业家 往往不会自满于当下 而是提前谋划未来 富国当前流行的 往往是穷国未来的方向 这一次他看中了美国的超大型购物中心 即购物、休闲、娱乐为一体 1985年 61岁的施志成展开了人生中最大的项目 在马尼拉北部郊区购买了17公顷土地 建立了菲律宾第一个超大型购物中心 除了基础的购物外 该中心还包含电影院、咖啡店、游乐场、美食廊等 齐全地宛如一座小城 几乎所有的评论家都蒙了 普遍认为这个项目会惨败 因为施志成竟然没把地址选在市中心 谁会跑到偏远的郊区去购物呢 但施志成笑而不语 当SM购物中心开张后 市区的百姓根本不在乎距离 纷纷涌入这个前所未有的新奇场所 他之所以敢选在郊区 正是看准了人们的心理 只要能给大家带来舒适的体验 百姓们会轻易舍弃 传承了几十年、几百年的生活习惯 出战告捷后 施志成又如法炮制 在菲律宾建立了数十家大型购物中心 并将业务扩展到银行与金融、地产开发、旅游业 西智的小小协装变成了叱咤风云的SM集团 之前的评论家也转变态度 施志成的确疯了 疯得像只狐狸 对于购物中心的投资 他从未犯过错误 一次也没有 自从2007年起 83岁的施志成就成为了菲律宾的首富 从此施家牢牢占据非国第一财阀的位置 作为华人 施志成当然知道 大江山裔守江山男的道理 恩造就培养起了接班人 更难能可贵的是 作为民国时代的人 他的头脑中完全没有重男轻女的臣服思想 施家有二女四男 从名字就可以看出老父亲的两裤油尽 长女施蒂思 二女施美智 其名都相当柔美 四个儿子则分别代表了期盼和相情 分别为施俊龙 施汉生 施汉明 施俊林 平常在家中他们都说闽南语 以至于孩子们都会说一口流利的家乡话 通过语言让大家牢牢记住自己的根源 他本人也时常归国 为家乡供电 修路 建学校 还以家乡近江为歧视 把SM购物中心开到了中国多个城市 而在教育这件事上 施智诚坚持亲力亲为 刻意培养孩子的干劲 做事情一定要拼尽全力 不做则已 要做就要做到最好 由于他在13岁时就帮助父母打理杂货铺 他也要求孩子们在13岁时接触商业 学习一些基础的知识和技巧 诸如用收款机 清点货架 甚至是搬运货物 每到周六他会指派孩子们 到SM集团的商场考察 星期天时大家则汇聚一堂 彼此讨论感受和想法 现场操作 实地考察 回家交流 这一番操作下来 六个孩子全都成为了商业小能手 长大后很自然地接过重任 帮助爸爸打理业务 这其中 出生于1950年的长女 施蒂斯受到了爸爸最多的栽培 也成为了爸爸最得力的帮手 1970年 20岁的施蒂斯刚刚念完商科 准备攻读硕士学位 没想到爸爸却让他停止学业 回家帮忙 一方面是因为鞋店生意火爆 另一方面则是爸爸想把他带到身边培养 两年之后 施蒂斯把鞋店扩张成了百货商场 让女儿全权参与其中 在经过十多年的伤害沉浮后 1985年时 施蒂斯已经成长为父亲的左膀右臂 协助父亲启动了家族的首家购物中心 而他最为人惊叹的地方在于 扩大了施蒂斯家的银行业务 本来施蒂斯家只有一家很小的金融银行 在菲律宾毫无名气 2004年时 菲律宾股市走低 它大局买进菲律宾第三大银行 建南银行的股票 一年后拥有了24%的对方股份 此举引发了建南银行的强烈抵制 他们联系各大报纸 疯狂批评施蒂斯的行为 称它为门口的野蛮人 也就是恶意收购者 果然抨击起了效果 SM集团内部产生了动摇 如果此事处理不当 将败坏SM集团多年积攒的名声 但施蒂斯却顶住各种压力 不断提高建南银行的持股比例 赢则八方赞誉 败则家族罪人 幸运的是它成功了 2007年建南银行选择了妥协 决定与施家的银行合并 新名称就是施家的金融银行有限公司 此后的施蒂斯又通过种种运作将金融银行做大做强 成为了菲律宾的龙头 施家娜小姐 一下子成为了菲律宾银行业的至尊红颜 他们的家族资产也再次提升 渐渐拉开了与其他家族的距离 2018年施志成以183亿美元的财富登顶菲律宾富豪榜 位居东南亚第一 他一个人的资产比菲律宾富豪中的2至5名的总资产还多 2019年1月施志成在睡梦中安详辞世 享年94岁 6个儿女采取了分业不分家的模式 各自管理着一个领域延续了施家的霸业 虽然外界把施志成称为狐狸 但他更喜欢把自己比作雄鹰 成功并不全靠好运气 他是辛勤劳作 良好信用 机遇 时刻准备和恰当时机的化合物 商人应该具备一双鹰眼 当机遇突然降临时 你必须时刻准备抓住它 否则会很快落入其他人手中 勤劳致富向来是个伪命题 如果勤劳能够致富的话 为什么自古以来农民都过得那么辛苦呢 机会就像在原野上奔跑的兔子 真正决定人生财运的 往往是雄鹰般锐利的眼光 然后立即采取行动 精准地抓住兔子 有意思的是 就像柬埔寨一样 菲律宾的富豪群体也多数是华人 每年的十大富豪排行榜中 经常有七名来自于中国福建 诸如由菲律宾李嘉诚治愈的吴亦辉家族 菲律宾餐饮大网陈爵忠 房地产和酒夜大亨吴聪满 生力集团的董事长蔡启文等等 有家日本媒体曾经总结到 曾因祖国的贫困和战乱 飘散到全球的华侨 白首起家 掌握了东南亚各国的经济中枢 华人之于东南亚 就像犹太之于美国 巧合的是 施志成的名字就已经道出了秘诀 志就是极致 成可指成功 合起来就是 把事情做到极致就会成功 这也正是他反复告诫儿女的道理 这个秘诀不仅适用于经商 也适用于各行各业 上天偏爱突破自我的人 更爱创造记录的人 创造记录很难 但至少我们要突破自我 竭尽全力 向强者靠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